好想听圣经 乃是叫你玛格尔米撒比 因耶华如此说 我必使你自觉惊吓 你也必使众朋友惊吓 他们必倒在八仇敌的刀下 你也必亲眼看见 我必将犹太人全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 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 也要用刀将他们杀戮 并且我要将这城中的一切货财 和劳碌得来的 并一切珍宝以及犹太君王所有的宝物 都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 仇敌要当作略物 带到巴比伦去 你这八叔父儿和一切住在你家中的人 都必被掳去 你和你的众朋友 就是你向他们说假预言的 都必到巴比伦去 要死在那里葬在那里 耶华你曾劝导我 我也听了你的劝导 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 我终日成为笑话 人人都戏弄我 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 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 因为耶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灵路 击刺 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华 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 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 闭塞在我苦中 苦中我就寒忍不住 不能自尽 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残谤 思维都是惊吓 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 愿我跌倒 说告他吧 我们也要告他 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 在他身上报仇 然而耶华与我同在 好像甚可怕的勇士 因此 敌富国我的都必都叠半叠 不能得胜 他们必大大蒙羞 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 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 试验艺人 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军至耶华 求你容我 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 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 你们要向耶华唱歌赞米耶华 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 愿我生了那日受救主 愿我母亲缠我的那日不蒙福 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 使我父亲甚欢喜的 愿那人受救主 愿那人向耶华所请妇而不后悔的诚意 愿他早晨听见哀声 想我听见呐喊 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 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 胎就时常重大 我为何出胎见劳碌仇苦 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 耶里米书第21章第1到14节 耶华的话临到耶里米 那时西里加王打发 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护尔 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班牙 去见耶里米说 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 因为巴比伦王尼布展尼萨来攻击我们 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带我们 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 耶里米对他们说 你们当像西里加这样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 就是你们在城外 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迦勒敌人 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 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 并且我要在怒中愤怒和大脑恨中 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绑壁 亲自攻击你们 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 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 以后我要将犹太王西里加和他的城仆百姓 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 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蒋尼萨的手中 和他们仇敌并寻所其命的人手中 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他们 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要对这百姓说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 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 饥荒温义而死 但出去将降服围困你们加勒敌人的 必得存活 要以自己的命为略物 耶和华说 我要向这城变脸 降祸不降福 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 他必用火焚烧 至于犹太王的家 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 大卫家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每早成要施行公平 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 恐怕我的愤怒 因你们的恶行发作 如否着起 甚至无人能以熄灭 耶和华说 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 你们说 谁能下来攻击我们 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 看啊 我们与你们为敌 耶和华又说 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 心罚你们 我也必食火 在耶路撒冷的林中找起 将他四为所有的 进行消灭